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府距离胜利更进一步 蔡英文更延续大联合政府的精神 未来隔魁的人选不一定从党内找 将来我们的行政院长不一定是要民进党籍 是一个新的治理模式 也就是一个协商式的民主的治理模式 跟一个大联合政府的组成的构想 小英一席话不免让人想起 2000年扁政府唐飞祖国的经验 但蔡英文强调时空环境已经不同 2000年我们是第一次承政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我们的经验是有些不足 我们经过了12年的这种政党的对抗 跟政治的对立 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在今天一定都希望 也非常的期待 将来的政府能够展现包容 展现环节 来到绿云大票仓扫街败票 许多台南相亲一早就全家动员 在路口守候 蔡英文也没跳过当年发生 319枪击案的金华路 直接挺进雇票 尽管传出蔡英文因握手握到 左手骨口都受伤了 但蔡英文说只是有些刮伤啦 并不碍事 再怎么样都要把握投票前的最后冲刺 从南向北一路急起造势 目标就是挺进总统府 三立新闻白书华王彦君 艾舍金小组台南报导 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在台南这边扫街的情况 那么他稍后四点钟的时候 要到彰化去参加 民信长办的这个公平争议 改变台湾的造势晚会 好四点钟 但现在呢时间还没有三点钟 在现场已经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大家都好热情 好最新的情况 我们先连线记者白书华 我们来看看 书华 好 主播电众 决战2012只是要到处六天的时间了 民党总统候选 蔡英文展开全台大扫街的活动 今天进入第二天 那么今天呢 早上在台南扫街 今天小英旋风吹进了 这个彰化线 那么在目前的画面上 您看到是在园林的造势会场 这也是在1月14号选前 最后一场在南彰化的造势活动 现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非常多人 那么其实呢 今天这个彰化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也因此呢看到很多民党支持者 他们是带着全家大小一块 来挺小英 带来看一下现场目前的气氛 赖家雄 赖主委 我们的顾文团 顾文林 郭林勇 郭律师 社内小组召集人 邱光晋 邱立委 社团发展小组召集人 何立新 何立司 选战总统导 是军尊 中国代 选战总统导 杨文冰 杨国代 选战总统导 林郑立 林国代 我们的盖项 我们的相拥机会会 那的中干事 邱建傅 总干事 我们的红州艺 宏丹人 沐总干事 老大安秋 沐总干事 黄玉宽 沐总干事 梁真祥 沐总干事 好可以看到群众摇旗呐喊在大太阳底下等小英到来 那么其实蔡英文预计在4点15分的时候会上台来讲话 那么距离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 主办单位他们是民进党安插了非常多的立委候选人 还有这个彰化区的小英政权总部的主委翁金珠 以及民进党天王都会在小英来之前上台讲话 那么刚刚到来之前呢 刚刚也还有包括了前副总统吕秀莲 也已经来到这边帮小英拉台选行 那么稍后还会有前行的院长苏珍昌 以及前行的院长游锡坤都会来这边致辞 那么稍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将随时为你做联系报道 先将时间交还给同内主播 好的 非常谢谢说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子 很多人可能以为说是在南部 不是 是在彰化 在中部彰化 而且刚刚看到人山人海 现在时间3点01分而已 蔡英文4点才会到现场 但现场已经挤满了非常多的人 刚刚给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同样是在彰化 这是昨天马英九总统晚会的场子 是这样子零零落落的 不是说要决战中台湾吗 就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 这个蔡主席 他今天早上特别讲到了 有关于大联合政府 那他继续衍生 他就说呢 绿营如果执政的话呢 格魁不一定要找民进党的 好 他怎么讲 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消息 那后面有一些补充 就是说在他当选到就职的过渡期间 新政府会 新政府会就各大议题跟预算 还有新的立法院长 以及各个党团来展开合作 希望透过协商式的民主 开启新的政治文化 这是一种协商包容理解合作的关系 好 这是蔡英文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特别讲的 好 不过我们来看看 马振营又是怎么样回应呢 好 马振营他们是批评说 以前不是把唐飞当成免洗块用过其丢吗 好 马振营的幕僚就质疑说 类似的主张已经成为民进党的选举公式了 每逢选举就会抛出来 但是唯一实现的 阎揽唐飞做行政院长 却是把人家当免洗块用过就丢 蔡英文这一次呢 如果要玩真的话 请在选前把属役的行政院长名单列出来啊 一并公布选后的执政团队 这是马振营的这个回应 那宋楚瑜就说拜托 只有我有能力组联合政府啦 这是宋楚瑜的回应 好 我先请教一下 欢迎人 是 来 你走开 我想蔡英文总统候选人 在政见发表会讲了这个东西 当场马振营已经吓一大跳 他可能一时也 到今天也可能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可能回应 对 所以他你也知在知的 还是把阿扁过去那一套 再搬出来 这个就显然已经是阿扁 跟马云九分不开的地方啦 可是我觉得台湾人民是这样 这十年以来 人民觉得够了啦 台湾不管是有蓝有绿 或者是什么党 但终究人民是希望说 这个国家是往前进 然后社会是能够更加的进步 让人民的生活可以改善 教育也做得好 环保也做得好 这是大家记得嘛 对吧 所以他觉得说 不管哪里好力也好 政客 交加委纪就好了 那蔡英文现在丢了一个大联合政府 正是这个方向 他就是希望说 未来的这个政策 不要再说 大家分拿到厉害 应该要说是属于 好还是不 对人民是好的 我们大家共同支持 对我们这个国家是不好的 我们共同来 就是说 不要通过 尤其是这种作法 我相信现在是 打动很多台湾人 没有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人 的心 所以因为这样子 马英九一时之间 我这家要怎么办 我只能要 只能再把阿扁搬出来 只能再冷换热炒 但是问题是 台湾人民对那头已经不清楚了 你不敢闲啊 很闲啊 因为马英九 人家本来是期待你说 你这个 这几年执政 看你有没有办法说 你有58%的选票 700多万 然后你有四分之三的国会席次 你能不能展现一个大格局 比如说我是可以包容的 然后我可以把台湾的转型正义 做到让大家觉得 他虽然是国民党出身的 他真的有跟他国民党过去切割 不是嘴巴讲讲说 我要跟派系啊 我要跟黑金啊 我要跟过去的国民党不一样啊 但是你看他四年走下来 没有什么改变 他只有在骂人说 你民进党怎么没有跟阿扁切割 一直在讲民进党民进党 但是他对自己 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现在这个大联合政府 蔡英文这个主张 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我今天中途在讲 民众真的很关心 一直打电话来说 大联合政府到底有什么来用 你们以后要怎么执行 他讲到最后一点 他就说我们期待大联合政府 一个最重要的态度 就是要负责任 一个有负责任的态度 那个政府未来的走向 跟他的组成 就相对会有进步性 会有包容性跟和谐性 不是说为了要把对方摧毁 不尽一切的评讳抹黑 然后就是一味的反制 那种做法为反而反 现在人民一直觉得很欢感 所以什么人有那么多 台前跨出那一步 是一个可以结合不同力量 一起努力的 那个人就是台湾现在的希望 所以我相信包括连宋楚瑜先生 他也都说他也是支持 这个大联合内阁 大联合政府 他就只有他才可以阻 对 但是他当然会讲 因为他是候选人之一 但是这个方向跟这个概念是 大家这个不谋而合 对 因为大家很厌恶蓝绿 对 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这个才是人民真正想要看到的 唯一还没有觉悟的就是马英九 还在一个人在那边自说自话 每天跟阿扁绑在一起 我看起来实在是觉得很难过 他习惯一档独大 习惯了啦 但是真的做得到吗 现在蓝绿人就对很严重啊 因为蔡英文让人家的感觉是什么 是所谓的政治人物当中 让人家觉得他是最不是政治人物的人物 像一个清流 让人家觉得说 大家都在说蓝绿对决什么 怎么样来那个的时候 可是他呢 他就让人家觉得 他就不是属于那个政治语言 讲一些很多的政治语言的人 让人觉得他很幸福地在说事情 很幸福地要来做事情 所以让人家觉得很幸福地在台队里面 所以你看你现在说 未来如果能够执政的话 他很诚恳的认为 因为台湾长期来这个变成难力的对决 或者是这个难力对决以外的 这个派系的对决 各方面的对决 每天都在争争斗斗 这些人民看了都很厌烦 但问题是有没有办法知道 很厌烦 那么他呢 他在这一方面他就认为说 我应该能够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可以从民进党的这个 他的当主席以后 过去民进党也是这样子派系的问题 一直在让民进党一直爬不起来 派系的问题造成民进党很大很大的伤害 也让人民对民进党很大的失望 大家就说你如果不团结 我们打给你就没效 你如果不团结 等到重要的时刻的时候 那么又开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让大家感觉很失望 但是蔡英文他很诚恳的 从那个时候四分五裂的这样子 最低潮的时候这样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他现在在台湾大联合政府的时候 他这个基础讲起来 大家很愿意来接受这样 那是这党之后我们会深深的感觉 让怎么样 有一些过去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 应你叫你动员的 应你叫你做的事情的 这些人要去思考 思考什么 我现在不一定要跟着马英九走 我跟着马英九走 我不是为了关 我是为了台湾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在马英九的强权之下 我没办法 我只有很委屈的 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包括他们现在行政中立 他本来就是一直要做行政中立的工作 可是这些事务官没办法 在他的上级考级的严格的考议之下 他没办法 所以只有做就不应该做的工作 蔡英文现在说这个事 他们现在可以放开心胸 我就是要来做中立的事情 我就要常任的事务官 让我们整个的官僚体系 能够回归到正常化 让他能够中立化 让未来的整个体制 文官能够很正常的在执行他们的任务 而不是受政治人物来操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陈议员 那你觉得呢 就是现在 蔡英文他今天又讲说 其实他以后找的隔魁 不一定要是民进党的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台联的 有可能是清明党的 甚至是国民党的 好 那你觉得他讲这些话 对他的选情来说的话 大概会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其实我们先来说 什么叫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意思就是要把所有的解释说 民进党未来之前 绝对不会整碗磅 因为怎么样 你整碗磅就跟马英雄一样 你驾你的国民党政府是整碗磅了 你国会四分之三 五分之三都马英雄 结果国家做到理论了 但是他怀疑到中国来在协谈 但是对国家的其他的政党 却是没怀疑对其他的政党 有一个互下的互动 所以这是一个失败 所以国民党 特别是马英雄 绝对没主意来说这个联合政府 虽然马英雄两千万百年 自己也说过联合政府这个议队 但是他做不够 适合他动算 他也没在做 这就是国民党 没在来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看川英文 他说出这个议队后 就是联盖府的目前所有的生命